三名嫌犯低头依序被解送 其中最前头的就是刘姓祝贤 主导这起拘禁凌虐致死案 施虐地点就在台中七起的豪宅大楼 刘姓祝贤于27岁被害男子 疑似有毒品与债务纠纷 多次套债无果 竟伙同三名男子将人约到租屋处 豪宅大楼13楼 居进于屋内涉嫌失报强灌毒品 警方19号晚间七点互报 台中七起一处豪宅内 飘出燃烧塑胶位 随即前往调查 发现朱仙同伙 一击许姓男子躺卧餐厅地上 身上多处伤痕 判定明显死亡 隔天重返现场搜证 查获大麻烟油毒咖啡包 K他命及有丧失烟蛋支撑的 依托米指许姓男子已四遭四人囚禁 虐打致死 三人设判刑法杀人 伤害致死 领虐而施行 拘禁致死 以强暴方法 使人施用毒品等罪嫌 犯罪嫌疑重大 创供灭政之余 被告三人皆因与羁押 并均禁止接见通信 以及禁止阅览书报 收看电视广播 发愿裁定 击押禁件 虚信被害人 因得流性祝先 与流性实信共犯 起杀心 施暴凌虐 尤其地点位在 七七豪宅区 这几人的经济来源 也起人一斗 监禁得设法厘清 是否有黑吃黑的情节 三熊战争现实在台中 采访我到